何需重頭戲 吐藥盛世 歡樂春節 2023年農曆新年 花車會演 開幕典禮將於年初3 1月24日晚上8點舉行 各單位驗證魚火魚吐為花車裝身 在花車設計上 不少單位均以貼合花車會演主題為主 今年銀河娛樂集團的花車 是以一對金色的幅圖為設計的概念 當中亦融合我們澳門銀河的建築元素 以及一對聰明活潑的金套 站起於我們的車身兩側 基嶼就是新的一年 澳門和銀魚都會充滿活力 迎接充滿基嶼的Toli 配合今年的大會主題 特別安排了一班非常專業的兔仔Dancer 和一班很可愛的小福套 為大家帶來節奏輕快 氣氛高漲的舞蹈表演 我們美高梅就用了零套舞動的主題 去製作了未來這兩分半鐘的花車演出 加油打氣都是我們平時很簡單 但亦都很窩心的互相鼓勵方式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這次演出 裏面的一些舞蹈、音樂、燈光 和花車之間互相配合的演繹手法 可以帶出為澳門注入更多能量和活力的寓意 而美高梅花車設計上 一個特別亮點 就是車身中間的獅子大氣球 大氣球裝滿活力 而我們的花車 亦都會像一個流動的快樂能量站 沿途向市民拜年和送上祝福 兔仔造型的花車色彩繽紛非常可愛 上面還有八隻不同顏色的兔仔 為大家送上各種新春祝願 包括健康、富貴、長壽、平安、幸福等等 花車周邊配以長雲的圖案和立體如意結 如意如意吉祥 中央部分設有大型的LED營光幕 將為港大旅客介紹 澳漁綜合旗下酒店的精彩設施 另有不少花車均採用突出活力的元素 今年永利澳門的花車設計 其實是想展現福兔活潑的一面 這個福兔在花車上 會跟我們永利關愛大使 永利和一眾體育運動員 去展現一場籃球表演 亦都會見到花車上面 會用了繁花似感的摩天輪 以及非常閃爍的籃球場 去組成一個組合 其實我們是想寓意 貨魚輪轉、花開富貴的 澳門金沙度假區的花車 是以澳門倫敦人為設計主軸 不但將國會大廈外場 和大笨中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 由於來年是兔年 我們還加入了很活潑的兔子 向花車上 今年亦都有扮演英國王子和公主的角色 和一班專業舞蹈員 灌隨花車巡遊 帶給觀眾體驗澳門倫敦人的國度 一同歡聚新春 新豪的花車今套佈起充滿活力 閃閃生暉的設計 象徵新豪在兔年大放異彩 而我們有30隻非常三眼的兔子表演團隊 予以著我們將會舉辦的 90場巨星專屬系列演唱會 揭開序幕今年就 花車後方的滑梯 就代表了我們新豪影會水上樂園 而且我們的花車也採用了無限鏡的視角元素 予以新豪將繼續時刻走在最前 邁向更好的未來 另有單位將美好御衣融入花車設計 我們的花車主題裡面 有我們主題公園裡面的瓊沙 以及我們最新的蒙馬大象花車 我們的車身外面 就是我們今年度將會開幕的宇宙飛船 我們希望將這些帶給澳門的市民 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珠海長龍度假區的獨特性 整個花車的主題 像一個航船一樣 然後代表著我們新樂渡 請早起航的主題 最大的亮點 就是在花車後部的一個部分 配戴著兔子裝飾的一個阿渡 在深海迷宮旁邊 向大家恭賀新年 曼國空股集團的花車 就是以魚翼車身來做設計 魚翼澳門市民萬事魚 魚翼吉祥 還融合了寧凍玉兔 金蓮花、地球 代表了澳門市民和全世界 吐年吐氣若味 本屆花車會演 將繼續採用先上先下結合模式 方便未能到現場的觀眾再加欣賞 我是知道 在混音中 手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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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